五六先生可能没有想到 他所憧憬的 街路载人静 而无车马轩 到了现代 从悠悠南山之路 迷到了位于 梅江区西洋镇的贵竹村 如果说柴米油盐酱醋茶 是鱼 那琴琴书画 十九花 九十熊掌 先贤孟子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但他应该想不到 独立都市边缘的贵竹村 竟能把世俗与深意 结合得如此雅致 如此美妙 这里既看得见山 有望得见水 还有绿树眼印 灰瓦白墙 自带一抹抹淡淡的香草 这里没有城市的 车水马龙 繁华喧嚣 只有风轻日暖 流水缠缠 树香飘逸 花红草绿 值得你 啄一壶清酒 瓶杯黑汤 舍下一身风驰 细细品味 如耳食肝 无忧胆小小欢喜